在蛋仔岛中居然隐藏着一个恐怖的道具 当它打中蛋仔后 被击中的蛋仔 就会瞬间变成一只血怪站在原地 而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进攻型道具咸鱼 当它打中蛋仔 被打的蛋仔外形并不会变质会滚动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的这个恐怖道具 可以把被打的蛋仔变成血怪它 究竟是什么道具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在蛋仔岛的街边有非常多道具 如果你也玩过蛋仔岛街边的道具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蛋仔岛中的进攻型道具有很多 比如说街边的红色炸弹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当蛋仔把红色的炸弹丢出去以后 被炸中的蛋仔 外形也是 不会变得 只会在地上滚一圈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需要蛋仔大声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的这个恐怖的道具 当它打中蛋仔 能把蛋仔变成血怪 它究竟是什么道具 今天我和学姐在新建筑物 冰雪城堡的正前方 发现这个道具 它是一个悬空漂浮的雪球 当蛋仔拿到雪球 以后就会在自己的道具栏看到它 当蛋仔把雪球丢出去 此时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被砸中的蛋仔 瞬间变成了一只雪怪 它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道具 它就是冰雪城堡前方的白色雪球 当蛋仔拿到它 把它丢出去 就可以把其他玩家蛋仔变成雪怪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